春瑶洋奖餐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春瑶洋奖餐 今天是2021年1月11日 现在是农冬季节 也是这个结界最集中的季节 那世卫的这个花会怎么装饰呢 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一点我的经验 大家可以看到我后面的这个花呢 他叫这个朱鼎洋 开得非常的这个鲜艳 也很热闹 那通常大家去查这个资料的话 都会说他是这个夏季开花的 那为什么他现在会开花呢 那今天我分享的重点就是 教大家怎么样 让朱鼎洋在我们过圣诞节的时候 过春节的时候能够茂盛的开放 而且买了一年以后 年年都有花看 那朱鼎洋的话 他属于求这个花会 跟这个幽金香 风信子 水仙 百合 大葱花 是一类的 应该这样说 它是最适合新手种植的一个花 管理上非常简单 但是它观察教织非常高 有这种白色 黄色 粉色 和大红色 还有丹瓣和福瓣 只要我们掌握了基本的方法 只要我们掌握了基本的方法 就是这样 冬季 室内盆灾 抗荒 夏季 室外 地灾 养苗 这是它的关键 另外一个呢 就是 潜灾 促化 生灾 掌业 只要掌握好这两点 养好朱鼎洋就没有问题 那为什么说 很多资料上说这个朱鼎洋的话 它是 孝极花卫 而我们现在又能够让它东西看待 那首先一点 我们选 买来的种球 它在这个花卫公司 它是经过处理的 所以 我们买来以后 在12月初 栽到盆里面去 它肯定是哪间的开花 而且它的花期比较长 通常一盆花的话 它能有 一个到两个花间 如果好一点的 球大一点的 甚至能有三个花间 因为每个花间 它的花期差不多 一个月 像我身后这几盆的话是 我们12月10号栽的 到现在接近一过月了 它开花开得很好 那新的花间也陆续 还有出来 应该说到春节看花是没有问题的 那种子公司怎么处理呢 两个方法 一个 它买的是 从南半球过来的 这个花球 就是从澳大利亚 新西兰 或者是南非过来的花球 那这个花球的话 它已经在这个 南半球 经历过低温等处理 所以过来 一放到室内 温度一火时 它就开花了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从霍兰过来的花球 它在这个 收获以后 它也在冷库里面 经过了济温处理 所以 买回来以后 这个 就像这样的包装的样子 里面它配了土 栽到培里面 自然就出来了 那栽的诀窍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什么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通常我们说栽花 都是要用 活式的盆 倒一点的盆 但朱顶红的恰恰好 朱顶红室内栽的光上的花 盆 不能倒 用这种 一胶来的盆 足够 这是一个 因为我们在室内栽的话 纯粹是 为了光上花 来栽的 不涉及其他的因素 所以在用途上 也是有讲究的 第一个 我们盆底上 一定保证排水 因为朱顶红的球运花会 它不怕钢 它只怕烙 只怕浪根 所以下面这 差不多两公分 就种那种碎石则 铺上一层 铺上以后 我们的土 要么就是用它 配的这个 泥炭土 要么我们自己去买 泥炭土来 皮特莫斯 三分之二的泥炭土 三分之一的珍珠眼 混一块 混一块 那混一块的话 种球 这个种球不能全部埋下去 种球一定只能埋三分之二 要露三分之一 这样才可以 买种球埋得太深了 那怕只长叶子 花很难长出来 这是很多朋友 摘以后不开花或者先长叶子的一个主要原因 所以摘的深度 我再重复一下 摘的深度一定要潜在 种球只能埋三分之二 要露出三分之一 这是一个 第二点呢 在这个室内花会 怕的是怕什么呢 怕这个小虫子 那有小虫子的话 怎么异法 那黑色的小分成 就两点 第一点 保证我所用的土 是干净的土 所以我们用泥炭土就这个原因 泥炭土混了珍珠眼很干净 我不太主张 有这个网上有朋友介意的 说里面要换这个积分啊干什么呢 不需要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用它开花 用的是它种球里面已经出现的养分来开花 不需要这个另外加多少肥料下去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控制水分 控制浇水 浇水仅仅没 就是栽化以后用这个喷符 微微的喷潮一下就可以了 喷潮就可以了 然后保证 差不多三天左右喷一次 三天左右喷一次 就可以了 只要说控制了水分 这个用好的土 就没有问题 另外一个 大家眼尖一点的朋友可以看到 我们上边 白白地放了一层 这一层就是一个碎石子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它开花以后这个花间 伸出来可以差不多一尺多长 这个就会形成一种头重 脚轻的情况 那我放上一个碎石子的话 有利于增加这个盆向变的重量 稳住化的这个花间 让它不会倒 另外有朋友建议的 我觉得它的方法也很好 就是在花球四周 用上四个小木工的链钳 固定一下也可以的 这样的话就等着看花吧 如果说你的花种球小 那只有一个花间出来 那在这期间不需要考虑任何事非 这就可以了 但是比如说你的种球道 花间出来两个到三个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考虑给它 适当补充一点分量 那肥料怎么补充呢 绝对不是说在盆图里面放鸡分量 放牛分什么的 绝对不是这样 稍微肥一点土 土的不见利用 我们花店里有 有卖的花肥 装卖的花肥 它是菱角比较高 但含含低的那种 具体的比例的话 我记得是有一种水龙肥 是荡的百分之二 零百分之二十 脚百分之十五的 水牛肥 按千分之一的比例 配到这个喷水里面 配进去 这个每次就是三五天 喷一次水的时候喷上去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它就不至于缺肥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病害的问题 这个球跟花肥的病害问题的话 它其实是 其实是 都通通是由你这个石骨过道引起的 那我们只要复义两点 就是我们 把这个花肥拿回来以后 红枕里面拿回来以后 栽之前一定要检查 把这个根进行清理 有干枯的根清理掉 有没变的把它清理掉 这样就没有问题 一样的 我不主张像这个网站上有的人介绍我说 用这个多金瓶去处理 用高楼上架去处理的 我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什么呢 第一 我们这个 在加拿大农药控制的痕迹 你去买也买不到 第二 在家里面用 我不主张用农药 而且我们只要控制好水分 把种架清理干净 再下去控制好水分 就不会发生病害 这是它的一个要点 再一点就是 花球 有的花球 它这个储存的时候 由于储存的这个 放的位置不对 把它横放了 这个花键出来 这个花键出来偏了怎么办 那没关系 看现在这个是偏的 但现在不要着急 那我们摆放的时候 就把它放在这个 光照墙的地方 慢慢慢慢 几天以后 这个花键自己会 有奇怪性会 这个会树脂 比如说我们是买在窗口 那我把它这一面 向对着窗口就完了 它偏了这一面 背着窗口背着光 就可以 它就希望现在它会矫正过来 所以这个 灾备上其实非常简单 记住这一点 为什么简单 因为我们室内就是工人上来 不存在这个 要培育它的种求的问题 那刚才我也说了 我们买一次可以用多少天 怎么用呢 那就是下一步 这个花开到四月份 差不多就完了 但是它叶子 叶子会有六十年 又出来 那叶子出来以后 等到现在多了多的话 等到五月初气温回暖以后 我们把这个种求拖出来 栽到地里面去 树林虹的话 它喜欢温暖 石润 阳光充足的地方 最重要的一点 要排水良好 但不能过多 这样栽下去以后 让它长叶子 在花园里长叶子 这样的时候涉及到两个问题 第一点 我们是希望它种求长大 那 这个 它的埋的深度 就可以讲究 那一定是埋入土里面 三分之二 露出土 三分之一 这样的话 它就不会发生分小球 不会长太多叶子 这个种求继续扩大 也利于它花间的分框 那下一次到十来月份看花的时候 那花间就可能两个三个 这是一个要点 如果说你希望这个花球 多分两个 多长两个出来 多三几百 那这个都埋深一点 把它全都埋在土里面 但也就是刚好把这个部位埋到土里面去够 这个时候它会 一个是会长更多叶子出来 再一个会分化更多的小球 那到了九月下旬 天气开始要短暖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要控制浇水 不能再浇水 让它叶子逐渐变滑 自然衰退 到十月初 来刷之前 把它叶子剪了 挖出来 挖出来之后 找一个通洞的塑料袋 塑料袋里面放进这个泥炭土 或者是叶康 然后再把这个通洞的塑料袋 摆在纸火里面 放到冰箱里面 冷藏 所谓冷藏 这个温度就是五到八度 只有经过这个冷藏 一个月以上 那十二月拿出来 在室温情况下 它才有可能开花 所以这个冷藏是必须的 这个到十二月拿回来到 拿出来到室内温度的时候 刚好满足它的温度条件 就是十八度到二十五度这个起发 大概一周左右 这个花线就开始抽出来 然后开往花以后 有的快一点叶子 可能这个三五天叶子也出来了 有的慢一点 像这个现在开花的这几个 已经一过多月了还不见叶子 这个就看看我们摘的时候的这个技巧 那很重要一点 就地摘的时候 可以多放这个零奖费 控制它的零奖 当含大量 再加上就是一颗花的话 我建议 可以卖这个 欧透的这个积分 一百克 三十克 所有boost plus 这样保证你的花 花球出来以后 能开花开得好 不开花的原因 通常就是四个原因 第一个 这个花球年龄不够大 它还没有焚花花样的能力 第二个 地栽的时候栽的过深 这个 这个 土壤 含大量 过大 第三个 密度过大 第四个 光状不足 只要避免了这四个原因 那这个花球 在地里面养 养出来 使九月像雪 十月上就挖出来 出床以后 十月来再花 是没有问题的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面的话 会分享一些我们终止过程当中的图片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几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